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同志朋友大家好 感谢你每天准时的收看 同志朋友今天蛮有趣的 那走到这边我们要怎么样解 解这个盘呢 我觉得观念问题 这是观念问题 今天点140几点 因为亚洲股市都跌 今天跌140几点 这里就要看空啊 你不用怕我最会做空啊 我们这个 这个所谓123的 这个专案有没有 我再讲一遍 一个月的费用 1到2档的股票就是2 一个月的费用 3月1号起跳 这是1 2呢 1到2档的2档股票 3呢 让你看到三层的空间 来 这是我们的LINE AD 小小鼠YS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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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啊 开门面之后这个盘是这样子 这里是啥 这里是3% 这里是-2 那昨天是涨停 所以我们这档股票呢 赚了10几% 赚了10几% 来到这里你现在怎么选股 老师这里是不是空头了 那你不用怕 我最会做空 反正我只有一档股票 两档股票啊 我怎么卖怎么空都是我的啊 今天你会不会卖在这里 我就是卖在这里啊 一拉上来有没有我就卖了 我毫不迟疑就卖了 我还是那一句话 我只有一到两档的股票 我什么都不怕 万一大跌开始真的进入空头 我就放空 我的做法很简单 股票越少 你越逃得掉 股票越多 你麻烦越多 股票越多 你要做多做空 都是麻烦 你只能拜托老天爷啊 你只能一直大涨 或者一直大跌 错 你股票很少 一到两档你试试看 看你好不好做 这是观念 当然啦 因为只有一天而已啊 不能论断这里 一定是要下跌的 不能这样就论断了 还不到时刻 但是还是老话一句 如果真的跌的话 你也不用怕 我专门在做空的 我专门在做空的 这就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他说没有 你赶快拥有的 我的LINE 请你赶快拥有我的LINE 当然啦 一二三方案啊 明天最后一天到期 你要就赶快 我们到现在几乎是零失误啦 几乎是零失误 就这样也不对的砍掉 也在成本价附近而已啦 这是我的操作方法 今天你去追股票 一大早去追股票 你的格局是怎么样 很惨的 我们两岁谁 该怎么做 就是一档到两档 但是我今天下午五点半会退一档股票 你可以看看 走到这里一定要有基本面的 有宣布殖利率要七%八%的 那就是我们要的 当然明天如果晚上国际股市不对劲 你明天可以再来做调整 明天还可以再做调整 今天台北股市跌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加钱指数 今天啊 这是加钱指数 今天有点小头部出来 但是呢 还有77点 才有短空的必要 明天再跌77点 我们会做动作 77点啊 明天再跌77点 我们再来做短空的动作 不用怕的 只要你心里有一把尺 要怎么做都很清楚 那也要跌跌 要能够跌下来啊 如果没有跌下来呢 所以我们今天旁后推那一档股票 仍然是做多的 但是啊 这档股票今天还小红 我们今天要推的股票 还小红 今天还小红 你看这个 这是1%多 这个才1%多啦 这个小红啦 你看这个这是1%多而已哦 这里到这里才1%多而已哦 这里小红 是我们今天下午5点半要推的股票 是我们今天下午5点半要推的股票 我还是强调 我也是说到做到我也是说到做到的 我也是说到做到的 今天我在这边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讲 你这个红包要怎么赚 快过年了 不要看着人家在赚红包 自己在那边傻乎乎 很多股票都强力套了好了 不要自己套了半天哦 自己吃年月半的时候吃不吞不下去 这是方法的问题 你的老师有没有责任帮你带进 再有责任帮你带出 还是整天在那边安慰你 是不是 股市是一个观念而已 你要怎么做你才是正确的方法 我还是强调 这盘到现在还没有空头 但是明天再跌77点 就会出现短空了 但是如果没有跌 明天涨上来的话呢 今天我们旁边要跟大家讲的 这一档的股票内容 就飙上去了 希望同志们你能够把握 能够把握 看起来晚上美股就很重要了 当然 明天早上的美国总统才有国情之务 不过大概内容 今天晚上就知道的大概了 所以旁边现在美股再跌 国情之务有两个重点 应该啦 它有三四点啦 那最后两个 第一个会不会对中国产取贸易报复 两强相争必有一伤 对钱之间 第一大经济体跟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动起来对我们不是好事 那你走到红台会 这比较不好 但是美国总统他一样提出了 打一个叫做基础建设 所以今天晚上是要涨稻穷呢 还是要涨科技股 这里很重要 或者两个都跌 那跌的幅度怎么样 因为我们现在跌的幅度是他跟他盘后跌的幅度差不多 如果他没有跌 那明天就很精彩了 我希望主持人 你们慢慢体会到我所讲的 好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讲这些 还是老话一句 123方案 让你封关过年赚大钱 赚红包 明天是最后一天 明天 而且全数从3月1号起算会期 欢迎你赶快来加入 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 正确的方法 带着你赚到大钱 台股新空店 祝福你 明天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